小西哥哥 这一次的挑战 要剩下2250个阳光才算胜利 你有把握吗 要剩下2250个阳光 那也太简单了 这一个阵形 我发现上面用一个五王僵尸就可以了 先用一个小鬼僵尸 把窩瓜片掉 然后放下五王僵尸 五王僵尸直接冲到中间 这第一路和第二路第三路 就完蛋了 我是五王僵尸 我可以一次吃掉三路 你们这些小植物 不要惹我哟 现在只剩下第四路和第五路 第五路我选择用伏梯二爷 第四路用铁筒兄弟 小西哥哥 我给你说 第五路应该让我去 你看这个二爷 他快坚持不住了 你说我坚持不住 我老当义壮 这一次 那我就把铁筒僵尸放到第五路 把伏梯二爷放到第四路 这样总该可以了吧 你看不起我小西哥哥 看我给你表演一下 怎么吃这些小蘑菇 真好吃 我说二爷 你赶紧跑吧 别一会儿把牙都崩掉了 你这个铁筒 你上来 我保证不打你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架了 赶紧把这些植物吃完 还有别的任务呢 看到这上面的大嘴花和向日葵了没有 我必须把这一个向日葵也吃掉 所以放下一个小鬼僵尸 让大嘴先吃掉 然后再放下一个小鬼 就可以把向日葵吃掉了 这样 我剩下了2225个阳光 哎 你2250个 还差了25个阳光 哎 哪里不对 在这里好像用伏梯僵尸 有一点浪费 那我就选择 用一个路障僵尸 让路障僵尸吃了向日葵之后 再用撑杆跳直接跳过去吃猎甲射手 在这里要等到路障僵尸 走到第四这个位置 再放下撑杆跳 通呀兄弟们 要吃掉三线射手 我们就胜利了 三线射手 你这个大坏蛋 我要把你吃掉 我臭僵尸 有在 我是不会让你过去 现在又剩下一个太阳花和大嘴花了 还是一样 用两个小鬼僵尸 看看这次我们剩下多少个阳光 哎 怎么这次还是剩下2225个 看来我们整体的策略是错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先从第四路开始 先用一个路障僵尸 吃掉太阳花 然后还是用撑杆跳跳过去 把猎甲射手和三线射手吃掉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一二三路也吃掉 在这里我们先用一个小鬼僵尸 废掉窝瓜 然后用路障僵尸 先去把中间的大胖姑吃掉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放下五王僵尸了 把它拉远一点 这样呢 担舞僵尸就可以把这个向日葵吃掉了 小心哥哥 前面有地刺 我好怕呀 别害怕 五王僵尸啊 你尽管踩上去吧 在上面跳舞也没问题的 哎 真的是这样 我在上面跳舞也没事哦 我太厉害了 最后还剩下第五路 我们用一个铁筒僵尸就可以搞定了 铁筒僵尸 你可一定要把它们全部吃掉呀 放心吧 放心吧 小喜哥哥 吃掉他们几个 就像吃鲍饼花一样 吃完以后 我还可以去看电影咯 好的 现在 我们刚好剩下两千两百五十个阳光 怎么样 太阳花 欢迎挑战成功了哟